在国发会主委管忠敏啊 他不晓得是不是意有所指 他说例如在自由经济贸易示范局条列的工房之间 如果你戴上的是墨镜 其实就是有色的眼镜 那么原本是黄金的东西 你看起来也变成是历青了 那么委员是不是在这个立法院的同时 一些法案可能对蓝营有利 或者是跟大陆相关的政策 那么绿营可能就是风中必反 碰到跟大陆有关系的事情 他们是当然反对 自由经济示范区跟大陆没有关系 是我们的法规松绑 面向全世界增加就业机会 他们之所以反对 我个人觉得 就是因为这个会对国民党是加分的 因为我会让大家的所得增加 我会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 而且是很多县市长 包括蓝营的县长 当初他们都所争取的 绿营的 像台南高雄屏重等等 都是他们争取的 这个时候民党他看国民党会得分 他就在反对 蔡英文昨天讲一句话 我真的听了都吓一跳 要很激 这个临时会山里边激烈的战斗 他到底要跟谁斗呢 蔡英文你要跟我们的经济斗去斗吗 你要去跟我们的人民去斗吗 蔡英文真的 我想不通一个曾经执政的最大的在野党的主席 会讲这样子吗 郭教授可以帮蔡主席来解释一下 他说蔡主席只是提出来 并不是要大家照着这样做 他那个是开幕演讲 事实上费人刚刚讲的对 就是民进党的县市长一定是不同立场 因为人家都已经参与一年多了 所以这个是充其量是代表蔡英文个人的立场 当然也包括他想要跟公民团体林毅雄维持一定的关系 可是逐渐的就会看到党内有不同意见 可是管中民要说啊 怎么戴上墨镜让黄金变成利青 这一般民众不能接受 因为管中民现在是针对蔡英文在回话 那管中民到立法院之后就会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 那什么绿营可能不只对蓝英好的我就要反 对于这样的情况也没那么恶直 我跟你讲蔡英文看到的那个自经纪条例的版本 可能是最原始的版本 那因为管中民他在该公听会的过程 有承诺说他要修修修 可是那个修正版还没送来 送来我跟大家报告 当时办了五场公听会 有很多是绿营他们所推荐的公民团体跟学者 他们有说有15条说空白授权 那15条我们也都接受了 就按照他们当时公听会大概的意思 修正用国民党的名义 我们国民党的党版提出了修正动议 送来了 所以蔡英文送来了 所以蔡英文像是讲这话 我真是不懂 到底是他们不用功呢 还是根本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可是也有问题 为什么这个广告大家就看不懂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大家才没有办法投下赞成票 之前 我觉得蔡英文根本胡扯 是直接让他胡扯 他们举出来几点 说空白授权 然后连专业人士开放他们也有意见 然后说这个影响到MIT品牌 那广州民都现在 我没有改变我现有的所有的法令 这样也不行 然后他又讲 说你只有这个几个资金区这样子 然后一国两次这样不行 要来就全国一起开放 所以他说这样小小的玩不行 要玩就玩更大的吗 然后他说不能天女散花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吃这个也养 可是大姚文 因为他们先前国民党这边 应该是说相关的部会也推出了相关的广告 告诉大家自由经济示范区 但是大家都看不见 会不会这一部分也是一个失策